2021年,水利方碑,参赛歌手,矿久生忠一诗,参赛花絮。 物有无穷好,蓝青又出青,古往今来,蓝色就寓意着美好和希望的象征,如蓝天白云,宏伟蓝图,等等等。 蓝色的水利方,更是奥运健儿们。 追逐梦想的地方。 2021年的水利方碑多伦多中文歌曲大赛,在歌唱爱好者们的期待中如气而至了,参赛选手们展示出如圣夏娇阳般的热情。 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,有一位参赛的选手格外引人注目,他就是于1934年出生,已近87周岁高龄的中医师,矿久生老先生。 他是一位操着粤语方言,旅居加拿大多伦多的老华侨,可以用努力传承中华文化的,代表人物之一,来形容他。 是相得益彰的。 首先中医师这个职业,就是对中国文化继承和发扬光大的。 最好体现,特别是从这次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,他坚持为病人就诊,解除他们的病痛,体现了医者人心的高尚情怀。 他勤奋和虚心地学习歌唱技巧,积极参与各类社区和团体的声乐教学活动。 曾经多次为非盈利组织机构的PMC,加拿大多伦多艺术家中心歌议会,踊跃捐款。 体现了他热爱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。 他生活乐观积极向上,望着他精力旺盛的神态。 更增添了音乐也是一剂良药的理论依据。 这次参加比赛,旷医师选唱的歌曲是《忘不了你》,以此来展示他一生以医术为病人解除病痛。 如今又想用他的歌声,来为大家带来欢唱的愿望。 以抒发望不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热爱。 忘不了努力拼搏,热爱歌唱事业,重在参与的选手们的热忱。 忘不了在大会组委会的带领下,全体老师们,特别感谢他的声乐指导陈默老师的爱心相助。 和全体义工们的辛勤付出与结成合作。 忘不了所有热心观众的支持和鼓励。 忘不了,只要有理想,水利方永远都是有意和追求的竞技场。 最忘不了的就是水利方碑,中文歌曲大赛。 这个为音乐爱好者所搭建的梦想舞台,和魅力永存的这个音乐盛典。 正如歌词中所表达的,只要我一息尚存,我也忘不了您。 让我们一起真诚地为矿揪声中医师点赞。 和颂上最美好的祝福。 发自内心的敬佩矿老先生满满的正能量。 忘却了唐代诗人李商尹的。 夕阳无限好。 只是近黄昏。 的感叹之言。 眼前呈现的必是。 老夫喜作黄昏颂。 满目青山西照明。 的绚业人生。 的绚丽人生。